水果搭配点心加上人艺团队邀来的营养师和精神科医师 新山圣友联谊会大家齐聚 了解如何照护洗肾病患的身心灵健康 圣友问题不代表你就是世界末日 还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吃一般的食品 只是说我们在社区方面我们稍微的注意就已经很好了 本来我只是知道什么都可以吃 可是分量的方面我就不太清楚 那个营养师因为他解释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洗肾病人不仅要吃的健康 任医会临心志医师也为圣友们带来新能量 让他们知道在面对疾病时该如何调整形态 洗肾的病人他们很多时候都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 是需要很多人的支持 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个去处理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度过这一个这么这么艰难的一个这样的观看 除了专业人士的资讯分享 志工也邀请瑜伽老师教导圣友如何透过简单的动作放松身心 让圣友和家属未来的生活不用再为病所苦 达来新闻 这是美志工吴玄敏 刘玉荣 姚慧慧 马来西亚报道